我们这个树底下好凉快 我们坐这边吧 那边太热了 谢谢这个水蜜桃姐姐哈 所有对剧品需要 嗯好的 我之前没有在视频号里面下过 但怎么查快递呢 下方短116是半斤哈 160116是半斤 那个人卖什么 卖遗族衣服的 卖遗族衣服的 账号去哪里了 账号 回去了 他回去了 我拍的是要造脚米哈 不是哈 不是哈 你刚刚拍了造脚米的话 是这个红参的链接 红参它是一个大补元气的一个东西 能大补元气的东西 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它跟那个人参 对 它是那个跟那个人参是一样的 你不留一下 我留下了它它不理我的嘛 它把我微信都删了 然后呢 这个红参的话 看来怎么吃 一次就只需要拿个三到五片 这样子哈 拿来 拿来包汤吃 拿来包汤吃 炖鸡炖鸡 炖鸽子炖排骨都可以 哈 因为红参它是一个能大补元气 它跟那个人什么 参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哈哥也帅姨吗哈 来 然后呢 没有了吗 对 本身就是红参的话 就说我给你们上的只有18单 然后呢 就就是只有 呃 五斤多 然后呢 就收的五斤多嘛 有三个人没有付款 三个人没有付款的话 我就踢出来了哈 现在星星好多吗 好多了 有你们在的话 就是已经 雨过天晴了 你看天的话都 天晴了是吧 来 下方摆设骨盘哈 只有最后三单 能胖就有拍表就没有了哈 能拍就有拍表就没有了 有羊肚居吗 羊肚居的话 你刚没有拍过 没有拍到是吧 正宗吗 紫盈正宗哈 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哈 然后呢 某某个直播间里面的话呢 人家100克都是要卖到100多块钱 然后紫盈今天是半斤 给你们卖116 如果说按道理的话呢 我是要跟别人一样卖的 一样价格一样 但是我就不想 就是挣你们太多钱 然后今天这个价格的话 是紫盈的话 一分钱我都没有挣 然后呢 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 我就是 就当是还给她 她之前所帮我 挣的那些钱的话 今天远远奔奔还给她 然后呢 等明天后天 我自己去收山货 那个时候 我才会真正去 挣自己赚的钱 是吧 来 最后一单 我就不讲了 哈 我们倒数 5个数据给我们过掉了哈 5 4 3 2 1 来 就给我们过掉了哈 谢谢 刚刚拍了的造脚米的话 是这个红生的链接 哈 哥姐叔叔 阿姨们不要拍错了哈 不要拍错 刚刚你们拍的这个 呃 造脚米是红生的链接哈 天妈 还有没有了 天妈 你哥没有拍到 是不是 我们等一下好 慢慢慢慢 一个一个上哈 来 我们就给我们过掉了哈 你先拿这个 谢谢 包裹 对 拿来炖汤吃 不要知道吗 你也是付出感情的 但是我不想跟他 就是他既然那么绝情的话 我不想 让我自己难受 你们也有看到我那个项链 还有耳环 我都还给他了 然后我们家 呃 那个之前 他们给我买的那个车 我也还给他了 最好的 你哥 何时这一页 蜂蜜有吗 蜂蜜没有了 蜂蜜刚刚给你们上过了 别人那边没有下雨 没有下雨呀 没有下雨 冰箱呢 他没有买过冰箱呀 他买了 一个洗衣机 但是洗衣机的话 我没有给他给他送 我忘了 那天太新奇了 然后洗衣机的话 我没有给他盘回去 所以说做人的话呢 我这点稚气 我还是有的 那他们他的微信 你还是你在用 他不是 他这个不是他的微信 这个是我们共同 共同去创建的一个号 然后他说留给我 然后呢 我自己这个号的话 我是自己留的 然后呢 我把 我一会下播的话 晚上就把 这个名字 还有他的头像 把他改回来了 为什么他不伤心吗 我不知道 反正我 我今天伤心 伤心很 伤心的 很厉害 当初就不应该理他 对当初我就不应该理他 但是没有办法 人总得要为自己的 就是 要付出代价吧 然后只是玩玩吧 他不可能玩我感情 然后呢 呃 紫荫在紫荫这也买了 一件血验 泡发超级高 一两两颗大碗 是不是 哦对 呃 他哥 他发的 你少吃了 我不要说了 我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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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吃了 我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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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血液 我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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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呃 放心 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我觉得不可能 这个是疼 不 就是疼 怪你 不是 不是 我说会这样的 然后 包括 他都不知道 怪你 包括我妈妈 妈妈也不知道 哦耶 唐哥来了 对 我在这里啊 但是我没有 没有跟他们 跟他 还有妈妈说 你去那边坐着吧 你不用看手机 我看一下 他们说啥 不用看 看什么 你在那坐着吧 看什么手机 我就是害怕 唐哥还有妈妈 就担心我嘛 弟弟 弟弟的话也不知道 唐哥来了 让他助理来 方 你助理的话都 被他 谴责回去了 但是我觉得有你们是真的很好 你自己 你自己拒绝了他 我没有拒绝他呀 我没有拒绝他 那天是这样子来的 那天是 他来找我吧 他来找我 然后呢 我就真的就是等了他好长时间 他我等他 我等了他有 有十天 有了吧 应该有了 然后我 我就是跟他说 我哎 你怎么回来了 然后他说 有事跟我说嘛 然后我以为就是 关于他跟我之间的 是就是好的事情嘛 然后我就是 就是抱着很很 很开心的一个心态 就是跟听他说话 然后呢 他没想到就是 他跟我说了一句 他是这样子来的 他说 以后我的话就不可能 就不会来 不会来这里 这里了 然后他 他私底下他是跟我这样说 他私底下是 他是这样子跟我说 他说 他爸爸妈妈给他 找了一个 年轻的对象 然后他说的是 他不可能 长期待在这个地方吗 他不可能 他他说 他不可能长期待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也跟他说为什么 然后他说 嗯 以后他就不会来了 他可能公司出事怎么可能公司会出事 公司出事的话 他怎么可能不会跟我说呀 对吧 他怎么可能会不不跟我说呀 他在他家里面有女人 不知道 我一说这个事情我就 心里很不舒服 你拿这个 他从来没有给我给我就是明就是明确的给我一个 有人说 呃他没有给你表白过吗或者怎么样 他从来没有就是明就是没有 没有跟我说过明确的一个话 然后他我有很多很多次我都会暗示他 然后包括他走他之前就是走就不是之前有还有一次走过吗 然后很多很多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就是 就是跟他说就是走的话就是会想抱一下再走吧 出于出于一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然后抱一下 然后我就很很主动的我就是跟他 就是拥抱了一下然后他就是 可能就是觉得 他我觉得他后面就就变了 他不像之前那样子 对有一次他不支撑就走了 他有选择的权利对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也有选择的权利是吧 即使我见过不开美颜的主播 今天开播张浩 来的吗什么呀 你打电话问问 小龙 如果他有心的话就祝福他 我觉得 我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如果他真真实实在把我放他心里面的话 他不可能这样子一足了之 而且把无限度杀了 然后之前有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一直都在跟我说对不对 一直都在跟我说 呃你为什么就不敢走出这一步呢 我我庆幸我没有走出那一步 如果说我走出那一步的话 现在后果就不像这样子了 我庆幸我没有走出那一步路那一条那那那一脚 就是可以可能他身体有问题怎么可能身体有问题 说句实话哈说句对我觉得爱一个人的话就不能太卑微了 就不能太卑微 如果说你就是放下任何 任何一点点尊严如果一点尊严都不留给自己的话呢 就是说我觉得 没有必要 然后他送给我的耳环那些项链那些我就退给他了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他的话我生活也过得挺好的 之前他没有来的时候我生活照样过得挺好的 现在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 对吧 幸好没有抱抱 然后刚刚有人有人说 嗯有人说紫莹你跟呃 张浩同居了吗怎么怎么样然后呢 我不是一种很随便的随便的人哈然后呢 自己也有想法吧 紫莹没有跟他明确的打关系他所以他动摇了 但是我觉得不急于这一时呀 因为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待了那么长时间也不是说长 也不是长就是待了两个月吗 没有明确关系吧没有 正好一定都是他自己说的真谁知道 真假 什么原因 说说句实话哈 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他 这样子 啥都不管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他走了 对 我就当他是一个 一个过客吧 对他一字很明确呀对啊人家如果一 一丝不明确的话他不可能就是反反复复他就跟我说啊把这个账号改成你的名字 然后呢怎么怎么样他 之前就是跟我说过了很多很多次 他之前跟我说过很多很多次 农村那么辛苦怎么待着就是说句实话他在他在我们这边我几乎都不会让他干活 他有可能觉得你 拒绝了他 没有 我们连开都没有还开始就是没有开始我怎么可能会拒绝他 不是你妈妈不同意跟他说什么 妈妈后面后面的话都 很赞成 很赞成我们两个就是 交朋友一样的心 说句实话我现在都很依赖他 然后之前就是 之前就是他 带我去收餐货呀或者是我任何做一点事他就会来帮我 然后呢现在确实是有点点 就是一时半会的话就是一时走不出来昨天 就是他走的昨天跟前天他走的那几天的话呢我都不想开播就是 因为我觉得 一点心态都没有然后我就做这两天的话就是一直在调整心态然后呢 一直在收餐货一直在收餐货我就是 想努力让自己忙起来我就不会想这件事情 就像刚刚 就是带餐货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这个事情 他是来扶贫的不是来真正 是还真正的 是我的呀 啊 这个男人不值得拧着面网 请看吧 好的 但是我很后悔就是我很后悔遇到他 然后如果说那天他不来家里面吃饭 然后他就没有后面的事情